大家好 我是米芝蓮大廚 歐國強 今天我想和大家做一個三送一湯 今天我會做一個蘋果無花果凳白花魚湯 因為白花魚在這個時節是最美的 魚選擇大條一點 魚味會比較濃 但大條一點 我們通常都會把它割開 因為我們做的燉鐘沒有那麼大 所以我們先把它割開 我們先煎白花魚 想煎魚煎得好 鑊熱燒燒得紅 我們要燒紅的鑊 看到中間夠熱才好下油 因為鑊不夠紅而下油 效果就會減半 我們先下薑 讓油有薑的香味 我們先把魚放進去煎 其實薑 我喜歡用柚皮的薑 薑我會用牙刷洗乾淨的泥 接著就連著在這裡吹乾 薑出來的效果就會最好 其實薑皮 都是薑的香味的部分 所以不要浪費薑皮 好了 我們煎到薑差不多 接著就可以下魚了 下魚之後最重要就是不要動它 如果一動它的話 魚就很容易爛 還有一樣東西的溫度 都要保持平均才行 如果你的火忽然之間大 忽然之間小 魚就會煎得不好 有時候我們不動它 但是火沒有那麼均勻的話 其實有一個巧妙的 我們可以動一隻鑊 我們怎樣看它可以不可以呢 其實我們煎魚邊開始有點焦 證明它已經開始有點硬了 我們可以輕輕地動一動魚 用鑊橙在旁邊來動它 你見到煎出來也很金黃色 你見到其實我中間也沒有收過火 我們保持著一定的溫度 那魚煎出來自然會漂亮的 其實我們燉湯煎魚不需要煎至熟 大約煎七成熟度 或者一半熟其實都可以 好了 我們煎到差不多 那我們這個魚就可以生火了 我們除了魚之外 其實我們都需要用一些肉去提升那個湯的香味 今天我選了一些瘦肉 或者我們自己叫做赤肉 赤肉就是豬的後腿肉 因為這個部分的豬肉會比較鮮甜 和沒有那麼油膩 我們通常燉湯大約燉四個小時 如果我們燉四個小時 切到手指公的大小 這個肉粒就是最出味而狀態最好的 我們其實都是這樣 切了一條條打直 然後再打橫切肉粒就可以了 其實現在市面有兩種說法 有些人就說要用熱水人 熱水落 有些人就說冷水落 其實依我的見解 如果你燉肉有骨的話 我就會建議用冷水落 因為你有骨頭的話 它裡面有些骨水 如果你用熱水落的話 一落就會拿起表面 變成裡面你要把髒東西飛出來 就出不了 但是如果我們這次用的是赤肉的話 其實我們要用熱水落 因為如果我們這麼小的肉 它絕對可以把裡面的血水飛出來 但是如果我們用大件的肉 或者我們用雞 或者用雞腳的話 我們就一定有一個原則 是用冷水落 為什麼要飛湯馬呢 就是表面那股髒東西 我們先把這一股東西切掉 因為這一股是油和血水的東西 這個就會影響整個湯的質素 我們輕輕大約給它浸兩分鐘左右 讓裡面再浸透少少 接著我們就可以隔起來做湯馬 平了我們回來的燉湯的蘋果 我們不需要批皮 因為如果我們批皮的話 燉了出來就會讓蘋果融 我們將蘋果一開四 我們一定要去芯 其實我燉湯在處理陸 我有少少巧妙的 我喜歡肉馬是熱的 有時候有些人會把它洗到冷了 但如果洗到涼了的話 燉出來的鮮味就是另一件事 但如果有骨頭有液的話 我們一定要把骨水洗乾淨 接著再浸熱水 我們直接砌在燉中上就可以了 接著我們就可以加一些藥材 因為這次我們選擇了蜜棗和無花果 因為這兩個東西和蘋果很合適 蜜棗如果這麼大顆的話 我們放兩顆就已經足夠了 接著我們可以放蘋果 一定要加一點果皮 因為果皮的作用 最重要是能夠披披 然後薑 因為這次我們燉這個湯 有魚在這裡 所以我們都會放少許蔥 但放蔥最重要是 不要放綠色的部分 放白色的部分就可以了 一條蔥就已經足夠了 兩些水 我們大約是兩匙匙的鹽 一匙匙半的糖就可以了 好 我們將魚劑下去 接著我們就可以落熱水 我們燉湯大約是八成 蓋上就可以了 有時候我們燉湯 最重要是不要給它疏氣 我們會用一些保鮮紙 但是保鮮紙最重要是一個巧妙 拉痕之餘 但是記得用毛巾 輕輕讓裡面的氣疏氣 呈一個凹的狀態 這樣保鮮紙才不會爆 我們可以拉兩張保鮮紙 用這個蓋去壓住它 再拉多一張保鮮紙 這個湯我們燉四個小時就可以了 這個湯已經燉了四個小時 我們現在拿出來看看效果如何 好 嘩 面上可能會有少少的油 我們將它隔一隔就可以了 這個毛花果蘋果燉白花魚就完成了 好 多謝 我可以做幾個小時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